过去我是一个特别抱怨的人 总是感觉老公特别冷漠 一点也不懂得关心人 整个全是索取的那种的 总是在要求他 有时自己干活累了 啥的总觉得你也不懂得心疼我 你这人太冷了 所有都是对方的错 然后自己从来就没有错过 全是老公的错 然后假如跟老公有点不愉快 有时人都不理我了 人静悄悄的 人在那看看剧呀 追随剧啥的 我就还气了不行 我不能让你啥追剧 我必须你 我把那个手的那个声音 放音乐放特别大 我就把它吵 我说让你开心 不让你开心 我这儿气了不行了 你平时比较开心呀 就这样的 老师抱这些 反正时间长了 把自己搞的 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我现在也特别明白了 后来跟老师学习以后 其实我的老公特别好 是个特别暖心的一个老公 我现在是特别对不起我老公 我现在想跟我老公说声对不起 老公 我对不起你 我过去太能要求你了 我过去好像就一点从来就没有错过 错的全是老公 对不起老公 还有一点是 还有我和我闺女的关系 那会儿没有学习的时候 我也是总是在要求闺女 我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闺女 然后就 后来就怨闺女 你说当妈的能对你不好 当妈的不可能 当妈肯定是爱你的 但是闺女不开心 我通过学习以后 我知道了 其实我爱的方式错了 我感觉好的 在她那里却感觉一点也不好 尤其我闺女大学毕业以后 然后我就怨我闺女 我就说一下 你这孩子上大学以后走了四年 回来以后整个变了 变得一点也 好像就不孝顺父母了 全是怪缘孩子 把孩子闹得也挺苦的 我现在也想对闺女说声对不起 我的女儿现在应该就在直播间在听 我也想向她说声对不起 我改变以后 然后我发现我闺女其实还是那么优秀 那么可爱 而且也特别孝顺我 还有一个 我还得跟那个一个人说声对不起 这是我改变以后才发现自己的问题 还有我闺女不是大学 他找了个男朋友不是 然后我就 总而是我就怨我闺女 你这找了上大学以后 你光跟这个 他这个男朋友叫小高 然后我说你就光跟这个小高好了 你早把妈给忘了 全是怨那种的 闹得闺女也不开心 而且这个闺女把他这个男朋友领回家以后 我也是各种挑剔 把这个小高挑剔的 这个小高也挺不容易的 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觉得 其实我闺女这个男朋友 这个小高 其实特别好 我原先把人骂成四不像了 怎么骂的 其实人一点也没有抱怨我 人现在还对我特别好 其实人也是格局挺高的一个男孩子 是我的这个认知有点太啥了 我现在就通过这段间学习 反正好多方面都改善了 现在是我的女儿也特别好 我的这个就是总女婿吧 下个月应该是他们就该领那个证了 也特别好 然后我的老公是 真是那种特别乱兴 特别好的一个人 反正现在我感觉是将来以后会越来越好 我会跟随老师一直学习下去